关病疫情期间 有医院发现更多人产生焦虑 进入急诊部就医 一些情况稳定的精神病患 甚至救病复发 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30多年前 黄小姐患上焦虑症 需靠镇定药来缓解情绪 尽管多年来情况已稳定 但关病疫情再度给她带来打击 之前每周到新山探望85岁的母亲 但因入境管制 只能隔着对岸思念抱病的母亲 她本来这个新年就是很难打扰 我的妈妈是把她的后世 全部交代给我 这段日子我就是很难不眠 然后她的精神是十好十快 我弟会讲整天没有起来吃饭 什么什么我就会非常担心 国大医院近期发现 前来紧急部和精神科门诊的精神病患增加了 当中一些是新病患 他们可能就会说他们好像呼吸困难 有些人可能就是感觉的背痛骨痛到处都痛 很多人就会担心自己也没有得冠状病毒 或者担心自己的身体出现了红灯 所以他们就会赶紧进来医院 但是其实他们检查了之后 其实被发现到 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太过焦虑了 盛港综合医院和莱福市医院发现 一些较稳定的现有精神病患受疫情冲击 需要重新开始服药 我们大家都是对疫情会有一定的反应 我会建议尝试去了解您反应的原因 您的想法 您的心情 讲一下在疫情之前 您所喜欢做的活动 然后继续在这疫情的期间 继续去做听某种音乐 或者喜欢做烹饪 心理学家表示若忧郁情绪持续几周影响了生活 应尽早求医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谢谢大家